我用的这个纸张是一个皮纸 是一个皮纸 用半生熟的纸可以跟着老师一起画都可以 这个是调的珠沙和鼠红 这个是调的珠沙和鼠红 珠沙和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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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关键的要点我说一说 画竹枝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握住一种主次关系 尤其这种小支呢 其实大家要把握一个基础要点 就是要起形收 左右呢 主次让它比较明显起来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排列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排列的时候 这种左右交错 出支的时候稍微错一点点的位置 感受一下古人画画的时候的那种 对吧 三日一时五日一树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画画呢 要静 力度的把握上 把握中锋行笔 小支的速度呢 其实有的时候要快 把主次关系 把握好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给它加叶子 好 可以先调一点 稍微偏深一点的叶子 调点鼠红 画这种向上的珠竹啊 对吧 其实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法要点呢 就是我们的气息 气息一定要稳 同时呢 疏密 要把握好 好 给大家放大一点 这边呢 知识主要的 可以稍微画密集一点 对吧 这边呢 它就稍微呢 给它画的松散一点 对吧 密不透风 有的时候可以带一些翻折的叶子 左右交错 看可以稍微尖上 带一点姿态 行笔要稳健 所以说画画呢 不可马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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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ệ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有遮挡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别看这种小叶 它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力 好 这个呢我们基本上 把主体的相对浓一点的叶子呢 画好了 对吧 我们接下来呢 画一些蛋 直接调珠沙 好 穿插其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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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然后上面呢,给它稍微补一点点 好,今天画这个猪竹呢,其实主要呢寓意呢,不仅仅是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知足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竹子的描绘,能够表现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对君子气节的一个向往 对吧,画竹子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是一种品质 好,加一些小织 好,这样一幅画呢,我们就画好了 我们边上呢,给它落款 好,我们落款呢,一般呢,我们就落在一个稍微不空的地方就可以了 因为画面空间比较多,我们落在右边就行 我们直接写上年号 好,我们下一个稍微不空的地方 好,我们呢,盖上一方印章 好,一幅朱竹小品啊,送给大家 希望我们生活呢,对吧,能够多姿多彩 同时呢,有一颗知足之心,对吧 只要我们知足,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就会少去很多的烦恼 对吧,就像现在,对吧,很多,其实全国我们都在进行抗议 都在进行抗议,我们能够有时间,对吧,有精力 还能够在这里习文弄话,是吧 还能够在这里去感受我们的中国文化 其实我是觉得还是非常的幸福的 还是非常的幸福的,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要对当下的生活,对吧 要有一个知足之心,知足常乐也 好,希望大家的生活呢,都够幸福美满 也希望我们这波疫情能够尽快的结束 也希望我们的祖国呢,能够更加的繁荣昌盛 好了,当然课前呢,有很多同学都想听文强老师唱歌 其实我唱歌呢,对吧,基本上也不配什么伴奏 也就是喜欢唱,是吧,喜欢唱 因为歌声当中有很多这种音乐的节奏啊 对吧,我觉得和我平时在画画的时候呢 感触还是比较深的 所以说今天呢,对吧,也给大家唱一首这个 希望的田野上吧 其实这个时候,我的家乡也在进行抗议 我也有一种思想之情吧,对吧 也是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我一首希望,在希望的田野上送给大家 好,大家稍等一会儿,我找一下歌词啊 好,还有一分钟就要上课了是吧 我就小唱一段好不好 我就不唱那么多了啊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 如果感觉老师唱的好的话呢 可以不要吝啬你的小花花,好不好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吹烟在心间的烛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与小河在美与的村庄旁流淌 一片东麦 一片东麦 哪个一片高粮 十里有喝汤 十里过香 哎呀 哎呀 而依而游 嘿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 为他富裕为他富裕为他兴旺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和苗在农民的汗水里 你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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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